投资专家理查德被调到了洛杉矶工作 他带着妻子一起来到了新环境并准备买辆车 他看上了一辆二手车 联系了原车主艾福一个人类学家 就在理查德在车库里试车的时候 艾福将理查德锁在了车库里 理查德企图反抗 但被艾福吹出了毒标击中 失去了意识 等他醒来的时候 便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有铁蓝的房间内 第一个见到的人是艾福的妻子葛丽瑞 一个面色苍白又笑容诡异 且患有广场恐惧症的女人 他正打量理查德 理查德与葛丽瑞交涉无果后 疯狂的理查德开始在房间里寻找出路 可惜结果不尽人意 此日一早 格丽瑞为理查德准备了贴心的早餐服务 并将理查德手机的来信转换成音频给了他 在洛言里理查德听到了妻子焦急的声音 和昔日下属的抱怨的电话 这让他的内心更加焦虑 继续寻找神机 在地板上他意外发现了一串文字 罗纳德曾道次 此时理查德恍然 原来自己并非是第一个被如此对待的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 理查德被囚禁的状况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他逐渐冷静后 开始研究起自己被囚的环境 拆开了床板 企图砸破墙面 他砸出一个小洞 透过洞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张理查德感到了一丝生机 但随后 艾夫在理查德的面前 将另外一个被麻醉的陌生男人 斯塔里的心脏浑生生取出来使用 面对这一幕 崩溃的理查德才知道 艾夫和格丽瑞将自己囚禁起来的原因 他不过是他们眼中即将烹饪的大餐 在这段被囚禁的日子里 与理查德能聊上两句的只有格丽瑞 格丽瑞向理查德讲起了自己在年少时 杀掉孪生妹妹的过往 尽管很恐惧 但理查德认为攻破格丽瑞的心理防线 是现在唯一的生路 不过这唯一的生路被艾夫随后的话打破 原来艾夫和格丽瑞曾在野人部落里生活过 也是在那里二人第一次使用人肉 而人肉治愈了格丽瑞多年的晚级 这是格丽瑞不会放走理查德的根本原因 接下来 艾夫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希望理查德帮助打理斯塔里的尸体 理查德起初强硬拒绝 但艾夫却用理查德的妻子作为威胁 无奈权衡之下 理查德开始按照艾夫的要求 将斯塔里的尸体搁成小块 他一边肢解尸体一边呕吐 也意外发现 斯塔里的禁锢对自己出逃有帮助 但他没料到 艾夫早已看穿了理查德的把戏 理查德的计划再次失败 等了许久 理查德的机会终于来了 艾夫要出差六周 理查德准备利用这个时间 彻底攻破葛丽瑞这条防线 企图在葛丽瑞的身上 找到求见自己房间的钥匙 他抓住了女人的心理 与葛丽瑞套近乎 提议晚上可以开个派对 葛丽瑞意外地同意了 但欢歌笑语后 葛丽瑞戳破了理查德的意图 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但他没办法帮助理查德 因为钥匙一直在艾夫的身上 派对最后不欢二三 之后的几天 理查德和葛丽瑞的关系 都很僵硬 直到理查德绝望的时候 癫狂的葛丽瑞再次出现 他声称自己和灵媒交流过 并决定与理查德 一起离开这里 他透露自己并非是广场恐惧症 而是被爱抚的萨满诅咒困在了这里 葛丽瑞是有求是钥匙的 但沉迷咒语的他拒绝用钥匙将理查德放出来 他认为如果自己这样做了就会遭到惩罚 招狂的理查德不得不顺着葛丽瑞 在语言诱导下 让葛丽瑞开始试着出门 而理查德则要通过葛丽瑞展开的一系列测试 吃人肉 对抗艾夫的黑魔法 理查德自己都没想到 自己竟然成功地达到了葛丽瑞设置的屏障 理查德的成功也让葛丽瑞战胜了自己 他终于成功地走出了家门 出套计划终于可以实施 但艾夫却提前回来了 并决定马上享用理查德 葛丽瑞偷偷换掉了要给理查德喝的东西 然后躲在了监控气候 看着理查德即将被艾夫杀掉 在生死一刻 理查德用早已准备好的匕首 捅进了艾夫的眼睛 二人扭打在一起 打斗中艾夫的另一只眼睛也被捅下 并被理查德杀死 但让理查德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葛丽瑞露出了真面目 他从未疯癫 也从未想过放走理查德 他离开了房子 彻底囚禁了理查德 某日当警察终于找到理查德的时候 他靠着吃艾夫的尸体存活了下来 但却生不如死